原标题,接连空难不是偶然。 美媒提出多个新证据,揭开波音公司真面目自从诗航与爱航空难发生以来,各方都将目光投向波音公司。 近日美国媒体提出多个新证据,使得波音的真面目被揭开,同时也是对波音对外各受解释的神捕刀。 据报道,在诗航科技坠毁前,该机的影响传感器曾在美国维修公司进行过维修, 但从印尼方面发布的初步调查报告却显示,飞机的影响传感器存在故障,导致飞机系统得到了错误的提示,不断地压低机头,直至坠机的发生。 此外,在爱航坠机前,飞行员曾按照波音公司提供的紧急应对程序操控飞机,却未能夺回控制权。 从爱航飞行员的表现来看,波音公司的紧急应对程序,并未起到预期的效果,反而成为干扰飞行员操作的麻烦。 结合以上种种迹象可以看出,接连的空难不是偶然。 波音737MAX客机,在事发前早有安全隐患,飞行员曾续图满秀,却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,反倒是波音公司在空难事后,甩过飞行员的做法,成为最大败笔。 但令人疑惑的是,在事航空难后,波音为何没有出手对737MAX客机进行维修,妹妹今日给出答案,其表示,在美国航空安全问题的处理过程中,并不看重外国飞行员的意见,且认定美国飞行员优秀的飞行训练,是解除危机的最好方式。 而且,在事航空难发生后的第一时间,美国航空管理局、波音公司以及美国国内各大航空公司,几乎做出同样的表态,即认为该型客机并不存在安全隐患,可继续安全飞行,但爱航的空难的发生,彻底撕碎了波音编制的安全美梦。 另外,波音曾在去年11月发布过一份声明,而当时距离是航空难发生没过多久,波音在声明中直言失事客机,可能存在维修隐患和飞行员失误,试图向外界的注意力影响失事客机本身与飞行员。 不过在爱航空难发生后,全球范围内的禁飞,使得波音乱了阵脚,甚至紧急宣布升级飞控系统,丝毫不顾及此前期做出的安全承诺,但波音的做法有些为时已晚,特别是各种不利的证据,已经纷纷指向波音。 其实波音需要做的就是承认问题,进而解决问题,而非一味地推卸责任。 祝本文不分图片来源于网络,文章未经授权禁止撰载。 关注我们,每天阅读更多精彩内容。 关注我们,每天阅读更多精彩。 关注我们,每天阅读更多精彩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 Probableensanor D Probableensanor D Probableens linked Vamos Yi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